1943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东线 盟军在斯大林格勒会战中取得胜利 苏联开始对德国展开了全面大反顾 从当年11月开始 德国首都柏林连续不断地遭受盟军轰炸机的袭击 此时 位于城市中心的柏林民俗博物馆的工作人员 早已在昼夜不停地转移几十万件珍贵的历史文物 以免其遭受战争的摧残 然而就在博物馆展览大厅的一角 二十八幅来自新疆吐鲁番最为精美的壁画 因为用水泥牢牢地固定在了墙上 无法取下来 博物馆工作人员所能做的 只能是把他们用铁皮罩子 以及沙袋遮盖起来 以期能起到保护作用 可是没有人能料到 这场轰炸一直持续到1945年1月 民俗博物馆在这段时间内 正中不下于七次的炮弹轰炸 这些来自于中国公元九世纪的杰作 最终全部化为灰烬 博兹克里克 正如其在维宇中有美丽装饰的地方一样 坐落于丝绸之路北线 吐鲁番火焰山木头沟西岸的崖壁上 早在南北朝时期 吐鲁番盆地因为位于古代西域的东门湖 且境内山脉谷口多 所以成为中西交通往来的十字路口和交通枢纽 佛教文化的传入 使得西域僧侣在此开凿石窟 建栋修行 同时可为东西往来的部队 客商和平民提供礼服的场所 趋势高昌时期 统治者更是笃信佛教 整个高昌国的佛教中心 逐渐从高昌古城转移到了博兹克里克 这个时候的博兹克里克 同敦煌石窟一样 主要受到的贵双帝国 尖陀罗寺院佛教艺术的影响 都为中心注释石窟 唐西周时期 博兹克里克被称为宁荣寺 敦煌遗书西周图经所载 潜庭献界三北二十二岭宁荣古中 翘眼山城临危而结极 成鸾事绝架毁而开宣 此时的博兹克里克 迎来了洞窟开招的新盛期 石窟内馈资了大量以佛教为主题的壁画 到了高昌回湖时代 最初的统治者因为兴奋摩尼教 修建了一些为摩尼教室修行的洞窟 但是很快 这个来自漠北游牧民族的文化信仰 被本土原有的文明同化 回湖统治者最终皈依的佛教 博兹克里克开始大放异彩 一度成为了回湖皇家寺院师窟 这个时候 无论是洞窟的开招数量 还是洞窟内的佛教艺术绘画造诣 都达到了顶峰 元代以后 图鲁藩地区逐渐伊斯兰化 尤其是东查核台韩国统治者 以用武力手段强迫图鲁藩人信仰伊斯兰教 大肆补杀佛教徒 毁灭佛教师院 博兹克里克开始遭受了第一次大劫难 一些穆斯林进入洞窟摧毁雕像 有壁画 就这样 这座曾经灰红了一千年的佛教师窟 淹没在了山崖色的废墟之中 1904年 德国图鲁藩考察队第二次来到了新疆 在发掘完高厂古城之后 领队勒科克开始将目光集中到了这里 早在两年前 勒科克就从当地人口中得知 在火焰山木头沟山崖的一些古老的石洞里 绘画着一些可怕的魔鬼 据传 当夜晚降临时 这些恶魔便会从墙上走下来 出去抓小孩吃 所以在白天的时候 会有人进入石洞 将这些绘画人物的眼睛和嘴巴挖出来 避免他们复活 通过多方打听 勒科克心中断定 在火焰山木头沟的深处 一定埋藏着巨大的宝藏 按照当地牧羊人的指示 勒科克来到了这里 这里确实是一片荒凌沉寂道 连当地人都不愿意造访的地方 山崖上大致有一百来个洞窟 由于年久无人问津 再加上地震等他方原因 大部分被杀死掩埋 唯有几个可以进去的洞窟里 留下了牧羊人临时躲避风雨 烧火的痕迹 周遭的壁画已经被熏黑 而且破坏的完全看不出任何清晰的线条与颜色 勒科克只能寄希望于那些击沙下的石窟 还有一些遗存 通过一层一层的清理 没想到 罗路在外面的两边窟壁上 竟然奇迹般的露出了精美的壁画 正是由于击沙掩埋 使得上面的颜色还保留得如此的鲜艳 通过观察 勒科克发现当时的工匠 是先在土坯上涂一层由麦草 粘土等混合而成的泥层 做地藏层 使墙壁更加平整而且坚固 再涂一层白色石灰 增白墙面 最后由画师作画 通过两天的清理 整座石窟的内部结构完全显现出来 洞窟内纵绚顶的建筑结构 形质不建议硬度 而在拜占亭及萨山王朝的宫殿中 却经常可以看到 主室平面呈方形 中间为穷龙顶式中堂 两侧的涌道与后面的隧道相连 构成比较狭窄的回廊 回廊两边的墙壁上 绘满了比真人尺寸还要大的佛陀 佛教僧侣 以及回湖贵族供养人画像 壁画上还有各种语言文字的提及 走进深处 门对面的墙壁上 绘画着各种飞龙 神鸟等守护神 以及各种充满想象力的 动物头人生的恶魔 勒克克激动地举起灯 屏住呼吸 再往里面走 所画内容和场面更为宏大 借着微弱的灯光 只见一个国王骑着一匹骏马 带着队伍像是在围场狩猎 最上方环绕着各种类似印度的森林 国王周边紧跟着身穿精美铠甲的武士及大臣们 队伍浩浩荡荡 所描绘场面包罗之广道甚至还有记录这场盛况的书记观等 勒克克与当时的助手巴图斯被眼前的这些灰红的壁画静待 而当他们清理出另外一个洞窟时 发现里面的壁画更加完整 美到令人窒息 这里简直是一座伟大的古代艺术宝库 与此同时 一个想法从勒克克心底生出 他想要把这一切可以带走的文化宝藏都带走 勒克克在书中一再强调 当地的伊斯兰教徒是何等的愚昧无知 他们是如何破坏这些壁画 如果不带走 这些艺术真品一定会在地震和坍塌中毁灭 最终勒克克不顾队长格伦威德尔的反对 名助手巴图斯就这样把这些壁画一刀一刀的切割下来 被切割下来的壁画被装进一百多个木箱子里 然后经过二十个月的路途最终运送至柏林 这些被分割的壁画 在柏林民俗博物馆的展览大厅里重新被拼接 其中最为精美的二十八幅 作为永久展览品 背部用水泥牢牢的固定在了墙上 德国吐鲁藩考察队离开后没多久 日本大古探险队来到了这里 当时的领队菊瑞超和野村荣山郎 在洞窟中发现德国探险队居然还留下这么多未被带走的壁画 有些壁画祖尊佛被切走 只留下一尊菩萨 有些只剩下一些天人或者供养人 这些绘画依然有着很高的艺术价值 于是队伍索性就将剩下的极尽所能切割带走 1914年 斯坦因在考察完高昌古城之后来到了博兹克里克 他被德国和日本探险队没有任何考古学方法 且掠夺式的盗宝行为震惊到 因为此时所有完整没有被损坏的壁画都已经完全被盗走 墙面上七零八落地留下一些有瑕疵的 且遭到破坏的残余壁画 而且很多是被当地人挖掉眼睛和嘴巴的佛陀与菩萨画像 应该是被德国和日本人嫌弃遗留在洞窟中的 斯坦因在书中坚定地认为 如果不带走 这些壁画最终也会被毁坏掉 于是他们队伍切下圣余的壁画 装满箱子 几个月后运离印度 收藏在印度国家博物馆直至今日 回到视频的起点 博兹克里克的壁画除了在二战期间被战火摧毁的 剩余的一些在1945年苏联占领柏林的时候 苏联红军从位于柏林动物园的一个地堡里 找到了石箱在丝绸之路发掘的宝藏 其中就包括来自博兹克里克的一些壁画 他们被军队拉回苏联 最终与俄国探险家谢尔盖奥登堡 于1909年至1910年 从博兹克里克切割回来的壁画 一同收藏在了圣彼得堡东宫博物馆 日本大古探险队带走的壁画 一部分在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 另一部分因为财务原因 散落至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 2001年 日本龙古大学古典籍数字档案中心 与日本广播协会共同协作 对博兹克里克第15号石窟 所描绘的佛教壁画进行数码还原 复原小组成员走访了德国柏林 印度新德里 中国吐鲁藩 俄罗斯圣彼得堡 以及韩国汉城各大博物馆与研究机构 将这些遗留在世界各地的壁画产品进行了拼接 从而还原出了一个真实的 来自公元90世纪高昌恢复时期的 博兹克里克石窟壁画的原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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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